六平原的英文教史 英文测验篇第22集 像是我们题目阅读测验 当然一般英文考试有好几种形式 这是其中一种 就等于填空叫你选 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出一段文章 然后叫你看完以后再问你几个问题 那种的我们以后会 也再提出来 那我们这边一开始先讲这种的 好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这些到底是 我们就把意思要讲清楚 就不要懵的 然后中间有什么妹妹嘎嘎的 到底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就把它讲清楚 当然考试最好是凭实力 不要用拆 当然也很难 因为一般程度也不会那么强 考试有压力 有些必须要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但是我们这边就是把它讲清楚 就是这些等于都是考古题 不管你考多译 托福 什么全民音节 像这种题目都会常常出现 这些考古题多看一下 然后你彻底了解它什么意思 对你提升英文程度 实力会有很大的帮助 比如说看这一题 Devi has two summer buyers for buyers for the paintings for her paintings she feels certain that one of them will purchase some of her works two constructive buyers two attractive buyers two prospective buyers 或者选哪一个 有哪一个 其他一个 Officials say that diplomats do not enjoy immobility tiny enjoy impediment enjoy eminence enjoy immunity criminal prosecution or charges or piece of fraud 看一下哪一個 honorable 比赛 日圆ges 返野 旧烤 国小村 拿纷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work on my math homework I worked on my math homework I have been working on my math homework I'm working on my math homework 学哪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David 大卫呢 他有两个什么买家 buyer 买家 这两个嘛 所以后面要加S 这是科数名词 所以单数不用加S 复数加S 买什么呢 Forehead paintings 买他的画 painting画 那painting也是科数名词 虽然是ing 好像是动名词 不是 他就是名词 科数名词后面要是加S 所以这个 这个会 让人可能以为是这个 动名词 他不是 他只有名词 他感觉到呢 She feels certain 他感到很确定 就是 when or then 有一个呢 会purchase 又要念purchase 都可以purchase purchase 英文比较念purchase 美国人念purchase 多一点 也可以当名词 这是这边 诸动词 will 后面是原型动词 是动词 但它也可以当名词 名词 名词就是念purchase 就不能念purchase 就会购买一些 他的一些works 这个跟painting一样 但是painting只是画作 work就是可能各种啦 雕塑也是 雕塑品也是 你写书也是works 这也是可数的works 这不要以为说是work 好像动词 它不止动词也可以当名词 所以大卫 他有两个什么买家 你看这边写 但是有两个买家 会买他的花 有可能 就不知道 就会买 但是又说其中一个一定会买 这什么意思 说两个会买他花 又其中一个会买 这什么意思 我们看看 两个constructed 就是constructed 就是什么 就是新建 我们说construct 就是新建工程 新建的 还有这个constructed 就是很有效果的 很积极的constructed 很具体的 很有贡献的 这一类的意思 constructed 就是很积极的 很有积极面的 这个constructed 很具体的 这个讲起来不太对 然后有两个attractive 两个很吸引人的 也不对 然后 perspective perspective就是 就是那种 本来是perspective 就是未来的展望 它本来是展望 perspect 本来是展望 这边到形容词 四个都形容词 TIV或SIV 就是有可能的 未来有展望的 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字 比较难一点 所以一般人可能 这个字 比较掌握不住 perspective 就是有可能的 有发展性的 那当然这个是对 perspective 这个是对的 而defensive就是 防卫的 买两个防卫的 所以有两个防卫的 买家也不对 这个第一个 有两个很具体的 买家也不对 然后 这个很吸引人的 买家 也不太对 这个 perspective 两个可能 有这个潜力 有可能 有展望的买家 这是对的 而defensive也不对 所以这一题 是这样的 perspective 那Official said 这些官员说 这个Diplomat 就是外交官员 外交人员 Diplomat 如果他形容词 Diplomatic 他这个就没有动词 然后这边 可数名词 就是不止一个人 就数个 两个以上外交人员 Do not enjoy 没有办法享受什么 享受呢 这个是from 从什么 从犯罪的persecution persecution persecution就是被 被起诉啊 被起诉 这是犯罪被起诉 他不能够 享受什么 从犯罪被起诉 那为什么会被起诉呢 因为on charges 就是他被 被控诉 犯了什么罪 visa fraud 就是 譬如说 伪造 伪造信用卡 或者冒用信用卡 反正就是visa 就是那个信用卡 威士卡 信用卡有很多种 master card visa card 还有其他一大堆 american express 很多 信用卡诈欺 非要就是诈欺 所以这个政府官员 比如说司法部门 检察官 他说 有一些外交人 并不因为 炸棋 信用卡炸棋案子 被控诉 被这个起诉 然后不能够享受什么东西 不能够享受 immobility 就不能动的 mobility 可以动 机动性 immobility 没有机动性 不能动的 讲不通 impediment 这个不是impediment impediment 障碍 不能享受障碍 就讲不通 imminence 就是迫切 就是靠近 接近 不能享受接近 也不对 immunity 是豁免 immunity 不能享受豁免 那就对了 外交人员 通常有些豁免权 一些特权 可是这个关于说 这个是刑事案件 这个重大 这不能享受外交豁免 immunity 就是对的 然后 on some airlines 然后我们 要付钱 付的更少 less 就是我们的机票 机票钱会少付一点 哎呦 有这么好的事情 做什么飞机 机票钱比较便宜 但是我们人要 have to 就是必须 我们还是要必须 机票钱比较便宜 但是 餐饮 要赚钱 headset 头枕 或者你要一些棉被 头枕这些 要付钱 额外的 或者drink 喝点饮料 吃啊喝啊 或者你要什么 什么设备啊 要什么 要付钱 我们就讲的这个 什么廉价 廉价航空 廉价机票 算你很便宜 但是 东扣西扣啊 算你便宜 那你说你不吃东西吗 说我不想吃可以啊 不吃啊 不算钱 我上面我什么都不要啊 我就是我只要 我坐几个钟头就下 下飞机了 我什么都不要 你不要跟我说算这个钱 算那个人 算机票里面 廉价航空全部扣掉 算你便宜一点 但是你另外 另外要什么 就加 就加 啊 因为飞机啊 你说除了飞 飞长途啊 你一般飞什么 两三个小三四个 一餐不吃也没关系 不喝东西也不会死 也不会 然后你说不要头枕啦 不要头枕什么东西 有的也无所谓 这就廉价航空 那这是什么航空的 budget budget 本来是预算 名词是预算 政府的预算 但是他也可以当那个 也可以当什么医生 就是说 budget 就是节省的 预算 什么叫预算 预算就是要抠紧嘛 要抠紧嘛 就是要算准嘛 不要浪费嘛 预算一浪费 那个国会会被老百姓骂 那个行政单位会被骂嘛 所以budget 除了是预算 还有就是 就是 budget就是很节省的 精精气小的 这个国家预算是取之于名啊 人民的血汗钱 我们要好好把关 这个国会要把关 行政单位提出来 让国会说 哎 浪费了 所以基本上 国会议员在审预算的时候 只有减 没有加 要是加的话 被骂死了 老百姓说 人家提的已经是碰疯了 你还在加 王八蛋 所以只能减 那就算 国会议员觉得很合理 还是要象征性减一点 所以呢 政府官员就是都知道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 多少要多加一点 因为 你完全一毛不减 这个国会议员也 也没面子嘛 对 好像没有在把关 所以就是 但是也不要编太高 编太高会被骂 就是编的差不多 然后有些地方 故意给你多一点点 然后这个 甚至国会联络员 就跟他讲 这个委员了 议员了 这边可以删一点 这边我们稍微多一点 你有个面子 你就开会的时候 这边删个一百万 那边删个五十万 你有在表示 你有看仔细 而且 预算书很复杂 那个立法委员 哪里看得那么多 这个国会议员 哎 这边可以删 那边可以删 啊 我知道我知道 就演戏嘛 所以就选budget 就是 比较节省的 就廉价航空 选budget 所以第一个就对了 当然如果很有把握的话 后面不看 如果考试时间不够 后面不看都没关系了 当然还是看 margin就是 边缘 边边 这边边的这个飞机 什么东西也不对 cap就是这个 包新菜啊 高丽菜啊 更不可能了 disclose就是 就是 close关起来嘛 disclose 一般我们就 清土 清土新生讲真话 或者 或者什么揭发什么东西 变成这个 本来是封闭的嘛 不讲了 disclose就是 突如真相 发觉真相的意思 这也跟这个无关 所以这种题目就很好 budget 一看就是 看你程度啦 当然英文程度不好 什么叫budget搞不懂 margin也搞不懂 disclose搞不懂 那程度不够 那程度好一看 budget一看就 哦这个很便宜的 或预算很便宜的 其他都不相关 像这种题目就很标准 选budget 然后人 人们呢 可以去帮助 firefight什么消防队员 好 我们叫打火兄弟 这个中文的取得很好 fire就火 fight就是给他拼命啊 就打火兄弟 所以这个中英文的意思 完全对照 所以当打火兄弟是一般 比较台语在讲啊 这是刚好一个巧合 所以这边是对抗火 那台语这个是讲打火 两个差不多 所以高雄就叫打狗 所以台湾地名有些比较土气一点 高雄也还好啊 可是高雄什么意思也听不懂啊 那因为以前是台语啊 可是他原来的 原来的讲法是怕狗 怕狗就打狗 怎么会变高雄又搞不懂 就打狗 有些像宜兰叫葛马兰 都是原住民的话 人们可以帮助这个消防队员呢 by 怎么去帮 就借由什么东西去帮忙 keeping road 让这个路边呢 clear 可以 clear 可以比较清爽啊 clear 可以比较没有东西的意思 第一个 cooperation 我们先把意思讲完 enabling 让他们呢 可以moving 可以进来 出去 也不止人嘛 还有这个水珠啊 就是一大堆那个 那个消防车啊 一些器具 可以方便让他们进进出出 在这个地区 在这个火灾 在旁边这一段地区 然后 可以做他们的工作 所以要把它 去除掉什么东西呢 去除掉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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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般那个企业啦 公司cooperation 就是不相关 congestion 就是消化啦 这也不是消化 conclusion 是结论也不结论 coordination 这个协调也不是 那他选哪一个呢 选congestion 啊 为什么 congestion 它是有消化的意思 可是它还有一个意思 堵塞 啊 啊 阻塞 congestion 啊 有这个意思 所以呢 清除掉这个道路上的阻塞 啊 比如说那个巷子啊 有人 车子停在那边 赶快 叫里长啊 什么扩引起 啊啊 你的车子啊 离开啊 就是大家互相帮忙一下 真的不行就叫了 拖车 所以congestion 所以congestion 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因为一字多亿嘛 就是堵塞住了 啊 所以这一题就是 所以很多题目是考你对单字认识能力啊 它这个很多字都有很多意思 所以我们有个单语叫一字多亿 所以congestion啊 就是它有这个堵塞的意思啊 就是消除路上的一些堵塞的汽车啊 摩托车什么东西 所以选congestion 那please be quiet 请安静一点 什么东西 我呢 正在什么呢 数学的作业 啊 我正在做work I dig at work 可以啊 I work 讲得通啊 I dig at work 也讲得通啊 可是呢 这边呢 因为它这到底是过去史 到底已经是发生了 还是啊 没有发生 但是 应该是现在史啦 Be quiet 就是 你安静一点 我正在这个做工作 做功课 所以这个应该是现在史啊 因为过去史就不是这样写 所以你说现在是I work 可以 那用过去史比较不妥 I been work 就是我一直在做 叫现在完成史 现在完成史 意思就是说 我一直 一直在做 而且到现在还维持这个 过去完成史 had been work 就是我一直 一直在做一个事情 但是 可能做到昨天 前天 现在没做 那这我不需要 就是我正在做功课 你不需要说我一直做功课 而且从过去开始做 想要做多久了 不吃饭 不上课 所以这边这种句子 不需要用完成史 I'm working 就对了 我正在做功课 所以你说I work on my math 当然也通啊 可是我们在一般的 在英文的表述上面 就是说安静一点 为什么安静 因为我正在做功课 不要打扰我 所以选I am working on my math 这是很标准的 就选这个 这是我13个YouTube频道 都很有用 其实都很有用 只是说有没有缘 这个有时候YouTube真的找不到 没有名气的时候真的找不到 这一般的大关键字 什么都找不到 要慢慢的偶尔才找得到 然后要大家推荐 如果有机缘 你看到这个的话 麻烦12个都按一下 这个订阅 这集讲到这里